中原地產的數據顯示 11月份二手物業成交只有3600宗 比起高峰期時的1萬宗競跌64 中原地產亞太區董事總經理陳永傑說 上個月二手市場成交是近兩三年來最差的一個月 公司有接近一半近1500個營業部的員工 營業額不達標 已經向他們發出警告信 但暫時未計劃裁員 有大半人是不夠優勢的 差不多1500人左右 是不夠6萬8平均6個月的優勢 另外我們有條下限線的就是3萬元 平均6個月就是18萬做6個月 在3萬元以下是嚴重虧竊的線 我們是會出嚴重的警告信 在警告信裡面的字眼是有機會要離開的 估計在下半年去到一月後計算 可能有300至500人是低於3萬元平均線的 所以你說市傳說的是那些低於 嚴重虧虧的證據信之下的同市 陳永傑說公司會在一月後再考慮是否裁員 但就強調公司目前財務狀況正常 後勤部的員工 下年會加薪工5-8% 不過他就不排除如果市況持續轉測 有其他地產公司會陸續結業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郭詠詩報道